当你在广袤的天际神漫步 突然一颗大喊Space的流星坠落 总是聪明突顶的你也会一脸懵逼吧 观众伦们大家好 这里是用心做谈的视频的杨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特别的互动彩探视频 这颗流星直直的砸向悬漫城外 屠龙绍岗旁边的废弃小屋 当你靠近一看 一个太空核心竟然直出错的砸在了火炉上 这明明就是传送门2最后结局的太空核心 它为何出现在老鬼里 为何以这种方式砸进破旧的小木屋 实际上这是杨君最近两期传送门2彩蛋视频最后的彩蛋 我把这个称为蛋中蛋 视频发出去之后受到很多粉丝朋友的私信和评论 有些人会问这是MOD吗 虫子版里有吗 复飞吗 甚至有人指责老鬼问这是什么游戏 有些杨君准备了一期特级视频 来给大家好好盘点一下这个跨越两个游戏的互动彩蛋 首先要明确的是 这的确是一个MOD 而且还是V色和B色共同制作的官方联动模组 虽然说是模组 但是杨君更愿意称之为联动彩蛋 毕竟我们在老鬼某个地牢里 也可以找到致敬传送门额里的居娘彩蛋呀 这个互动模组完全免费 非常的良性 可以直接在steam或者一些模组网上直接下载 整个模组只有两个文件 直接放在游戏跟目录的DATA文件简单里 然后在启动器里勾选Portral 2 MOD即可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模组只支持上路军队5天际原版和传奇版 并不支持重制版 当我们加载好这个MOD进入游戏 在雪曼城外面大概走到这个哨岗这里 这里就是走剧城我们第一次在这里屠龙的地方 沿着路再往前走一点 就可以看到一间破旧的小屋 这时应该就可以听到流星坠落的音效 这个太空核心看起来完好无损的样子 它的重量和价值分别是3.14和256 分别致敬了圆周率和电脑科学2的八次方 咋一看这个太空核心并没有什么卵用 只会一直不停的说话 一直不停的说话 不停的说话 说话 但是其实偶尔还是会爆出一两句 明显致敬老鬼里的经典台词 比如这一句 很明显就是这句商人经常说的 还有这一句 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就是在致敬你的女随从莱迪亚的口头铲 既然来自太空 那么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会问 这伙能不能送回太空吗 回答是肯定的 方法是多样的 首先我们可以用魔法 更具体一点是用闪电剑 我们左右手装备好闪电剑魔法 从物品栏中将太空核心丢出来 并按一拿住 说来有趣 这个太空核心法国知道我要干什么事的 一连说了五句 我要回家 那我就说你要回家 按住 鼠格左右键 同时戳出闪电剑 直接将这个太空核心打回天上 这火球直接消失了 真的是神奇 除了太空核心 我们甚至可以在老鬼的银河里找到惠特利 如果你问哪片银河 明显是技能树里的那片星河了 我们打开技能树 就可以看到小小的惠特利在那里飘来飘去 使而穿梭云层 使而游走 到时候和传送门的大结局 衔接得很完美 有时候可以看到它朝你飞来 眨巴眨巴眼睛也说不了话 不得不说这个联动彩蛋真的很用心 世界都把握得很好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抱歉这还没完 除了偶尔可以在游戏家的画面看到太空核心以外 还可以在东宝地下的元素融入里面 锻造一个太空核心头盔 我们需要将太空核心放在基座 放上去的瞬间就可以点到这个画廊再说 我们将一块精烈月长石以及一颗铁头盔放在棍皮箱 拉一下拉杆 这个神秘的太空头盔就出现了 中文翻译为 都瓦酷瑞头盔 酷瑞 应该是英文元名 Dovacore的Hellman的英语 从外观来看和太空核心 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没有眼睛 长了老滚标志性头盔的两个脚 这货戴在头上 感觉实在是 太搞笑了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个欢乐的联动模组 所有的内容了 不得不说 这个联动彩蛋真的很幽默 很搞笑 而且做得很用心 从触发 语音 等等的都很专业 好了 这期脏骨卷轴和传送门的特期彩蛋视频 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双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